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价值投资 今天台股在创新高 已经来到10711点 非常漂亮的多方结构 为什么 这两天台股走高 量价没有爆量失控 多方控盘逢低站在买方 从去年度的下半年开始 我会再跟你强调 台股只要回档 超过350点以上 你来跟我布局 多的大钱可以赚 包括这一次 从高点下跌了407点 来到10257 当时候我对大盘的分析 以及给你的操作建议 我们先请打播播一下 当时候精彩的VCR 6天又几跌了407点 复制一下之前的成功经验 每次跌只要超过350点 你大胆逢低来布局的 都有大钱可以赚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 当然也不会例外 复制一下之前成功的经验 从新年度的下半年开始 每次大跌350点以上 你来跟我布局 都会过高 多的大钱可以赚 所以这次台股 6天跌了407点 来到10257 急杀赶底见低点 这是一个低阶布局17点 大盘给你机会 当然不是只有一天 因为当时候杀得相当快速 很多人吓傻了 但是没有关系 欺望老师再提供给你一次 第一阶的时机 我在28号 当指数谈了两天之后 我说希望他再杀一次 当他再杀一次 对未来行情绝对会比较好 还记得9月28号 我这样跟你分析吗 老同学很清楚 有时间去看一下 网路上的带子 9月28号 我说再杀一次 将是你再度进场17点 隔天29号 回测 前波低档 收脚止跌 赶快布局 赶快进场 台股有没有扶腰之杖 有没有大涨一波 有没有过高 从去年度的下半年 每一次台股大跌350点以上 你敢跟我大胆布局的 他都会过高 所以这一次当然也不会例外 你刚才所看的VCR 就当下台股来到10.257 全市场最悲观 大家都风声鹤驴同时 我给你的正面注解 什么都讲在前面 让你印证在后面 不是今天台股 发生这样的结果了 我才事后放炮 事后放炮不是本节目的风格 所以光是这一波 从10.257 你跟我操作哑光的 这样一波35% 这样也是不容易谈 如果连同 哑光前面两次的一个操作 三趟的绩效 117% 同一档股票 同一档股票 所以抓对主流 股票不用变来变去 同一档股票 从8月8号付清晨开始 到现在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累积的报酬率超过一倍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做股票就是看未来 当时候 哑光7月份在涨的同时 这一段我也没有参与到 我也在观察它的量价跟筹码 只要它维持多方的量价跟形态 压回我会做承接 所以我是从8月8号 跟跌停板开始操作了 过去的让它过去 未来它会怎么走 那才是重点嘛 所以再来回顾一下 哑光8月8号 涨了一波之后回档 当天84.6是跌停板 我说有基本面强势股的哑光 车用镜头 双B跟TESLA主要的客户 它不会那么容易结束 当天你要敢跟我接跌停板 挂跌停板84.6买 8月8号 买完之后涨了一波 来到8月23号 已经涨到1月24.5 当天涨金盘 离我的买点84.6 已经47%了 我提供给你见解 要懂得见好就收 提供给你这样的卖出的一个讯息 就希望隔天 它创高你跟我卖 不要再胡乱追短线的高点了 所以23号告诉你 要懂得见好就收 隔天24号我就拔档了 按计划停力卖出 这样一买一买51% 很精彩的卖出的一个讯息 这都给你对时对价过了 所以8月24号 128卖掉了亚光 你看隔天25号 跌停板了 所以庆隆老师是会代会卖股票的分析师 那为什么卖完之后 隔天会中错 你认为是侥幸吗 上个礼拜五 我公开卖出的亚光在139 上礼拜五它创新高 我卖139 放个几天假之后 昨天的亚光 又中错又快要跌停板了 你认为又是侥幸吗 我的运气真的那么好吗 没有实力 在股票市场 你不用去谈什么任何一个幸运 我们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模式 什么低档买高档出 高档出完之后的亚光 隔天25号跌停板了 跌停板的亚光没有结束 我会做接尾的动作 在8月28号 三天只跌105 买回吗 是不是 从105接回的第二趟 沿路的上涨 最高涨到135.5吗 涨多之后回档 9月7号 亲爱的同学还记得吗 当天跌停板 收盘就是最低点 121 长A跌停板 我说你跟我买在低档的105 你在怕什么 你在怕什么 你跟我合作的好处 就是关键性的时刻我会带你出手 买在低档 这边涨多的回档很正常 因为他还没有走完 所以我在9月7号 跌停板的亚光来到121 告诉你不用怕 讲完之后隔天9月8号 涨停了133 什么时候卖第二趟 9月11号他创高 138再度的停力卖出 没有错吧 这都给你对时对价过了 保证一定卖得掉 上一趟128卖 第二趟138卖 这样31% 所以51%加31% 两趟18 12% 所以当9月11号的亚光 我138卖掉同时 我也再度提供亚光未来的走势 我说这一次 卖在138的亚光 除非他整理时间够久 或是他跌够深 我才会做轻尾 所以A波的修正不急于强反弹 等到B波反弹之后 C波的修正来到支撑 来到这一根红叶棒的支撑 才做机会 这难道又是靠运气吗 你认为呢 你认为呢 所以138卖掉的亚光 接下来到9月25号 跌越深才越有机会 这我之前给你一个见解 所以25号告诉你跌越深越有机会 那隔天26号呢 机会来你要会把握啊 下山的同时你敢做承接吗 9月26号就是最关键性那一天 因为台股来到10257 大家都怕得要死啊 26号啊 你又很怕吗 如果是我给你扣 你是很猜的啦 为什么 高点有卖股票嘛 打到这一波 跌了407点的亚光 刚好又满足点到了嘛 接啊 我给你大盘的一个方向跟策略用 有没有落实在会的操作身上 138高点我带你卖的 打到这边106结尾 辅不符合大盘的规划 跌了407点弯腰减钻石啊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要把 9月26号的一个带子再重播一遍 我要让投资庙再加深印象 当今年度的行情 哪一天它又大跌350点以上 甚至来到400点500点 记得9月26号那一支VCR 因为从去年度的下半年开始 只要台股敢大跌350点以上 你跟我大胆布局的 都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丰硕的成果啊 几次的123456 总共6次 没有一次是有例外的嘛 这是一个历史的经验 值得你参考的地方啊 所以我今天才特别再把 9月26号那一天 大盘我所给你的分析跟操作经营 让你加深印象 所以亚光9月26号 来到8月28号的红监支撑嘛 106接尾啊 对 这一根就是8月28号的红监支撑啊 对 9月26号的低点几块钱 104啊 8月28号的红监支撑 最低点几块钱还是104啊 一块钱不差 又ABC波修正满足点到了 接尾啊 Just make 嘟嘟啊好 接尾之后 礼拜五 29号 110再低接啊 所以你看一下 我对盘的一个分析 跟个股的操作 有没有相结合 9月26号的亚光 106接尾嘛 再来 来到当周的礼拜五 回撤10257没有跌破缩脚指跌嘛 又是一个进场时机 9月29号的亚光 当天呢 110再度的低接嘛 两次的买点都公开让你知道 所以不管你买任何一个位置啊 你只要跟我一起并天作战的 第三波的亚光 大概是35%啊 是不是 两次的买点很精彩啊 都是低接啊 都在平板眼下啊 卧带会很胡乱去追高吗 所以两趟的一个低接位置 接尾之后 股价上涨了32% 你看到上礼拜四 我说亚光接下来 我最快隔天卖 不然就是隔周卖 很清楚的预告动作 我又把我想卖的一个时机点 先讲给你听啊 我就怕投票 你看我节目又胡乱去追高啊 赢家三部曲 我也懂了规划行情啊 那我也预告给你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执行 该怎么获利下车 盘中讯息请你务必跟随 务必带到 就好是那个盘中 那个执行绝对有价值 我在上礼拜四敢这样说 我就会做执行的动作 涨了32% 我当天其实已经提醒 很多同朋友不要去乱追了 你当天去追的没什么利润啊 所以呢 上礼拜四 亚光跟你预告 隔天或是隔周就会卖了 讲完之后 上礼拜我就卖了 为什么要卖 融资一天大增5000多张 代表上礼拜四 5000多张的一个散户 进去追亚光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买在106跟110呢 为什么要涨了两根停板之后 涨了32%的亚光 进去追这个短线的高点呢 你敢有钱吗 是不是 所以上礼拜四 我要再度把亚光准备 卖出了一个key point的时间点 先讲给你听啊 先讲给你听就希望隔天 我再卖的同时 你自己不要又去追这个短线的高点 这样真的不好 并非跟我一高票 我们操作亚光从8月8号到今天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117% 三趟的买点 三趟的卖点 我都让你知道 我没有一次有老高的 这就是会员真实的绩效 是不是 虽然亚光 礼拜有卖了 因为融资大增 预估没办法过高 所以139附近卖出 当中的价位在139.5 保证一定成交 因为我发完讯息之后最高 盘中还冲高到142.5 我一盘没有跌 还张五毛钱138 我在他创高 没有跌的过程当中 告诉会员卖 三趟的卖点 从第一趟的128 第二趟的138 以及第三趟的139 都是在亚光创新高的时候 带会员做拔档 相对来讲 三趟的买点 都是在亚光 跌的时候告诉会员做低接 赢家的不变法则 永远是低档买高档出 我做给你看 其他的分析师做得到吗 如果其他的分析师 目前为止还是 每天天花乱坠 在介绍一些大涨涨停满的股票 从来不告诉你 这档股票什么时间买 什么价位买 或是什么时间买 什么价位买 那就是白忙一场 纸上谈兵 出一支悬梿了 跟你的操作有实际的关系吗 操作股票 一买一卖决定你的输赢 有买点当然要有卖点 亚光我秉持的是一个 反市场的一个操作 低档逢低承接 创新高带会员卖 只有这样的操作 你风险比较低 你下去买 很容易买到便宜货 相对来讲 创高的同时 大家在乱追 我带会很轻松获利 大涨的时候卖股票 是不是比较好卖 没有错吧 三浪操作都是如此 你继续回顾一下 所以整一个牙光在上礼拜五 做拔档 真的很精彩 我要卖之前 上礼拜四先给你做预告 隔天或是隔周我就会卖 讲完之后礼拜五按规划执行 卖三趟是不是117% 这个卖点 精不精彩 你看到昨天亚光的走势 你就知道啊 难道是昨天 他杀到快点 你买我才跟你说 我卖亚光吗 上礼拜五的一个 卖出的一个 节目内容 我相信 你有看到的 很过瘾 你应该 会给青龙老师按个赞吧 是不是这样 所以整个牙光 上礼拜五卖在139 昨天杀到125 这样有没有超过10% 可以接毁了吗 可以接毁了吗 今天牙光 涨了 涨5块半了 我要提醒 如果你手中有牙光的 明天再涨要会卖 你现在还有牙光的 你想找一个 比较漂亮的卖点的 欢迎你直接来找我 因为我之前 雅光的三趟卖点 都已经卖给你看了 而且都卖在一个相对高点 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所以其实不仅雅光 如果你到现在操作股票 都只会买不停 你从来不会选择 一个漂亮的位置卖 欢迎你加入青龙老师行业 因为我不仅会带会 低阶股票 更会带会高出股票 希望未来多投行情 你跟我一起并肩来作战 昨天告诉你一趟 车用电子的机油性的个股 它占上六个月大底 它昨天跌 黑鸡棒 你看到没有 我说回到安全的底部 要会低阶 今天这张股票 红鸡棒 它涨了3块半 所以我们请导播稍微特写一下 昨天黑鸡棒跌 谢谢 有看到没有 回到安全底部 黑鸡棒 今天它就变成红鸡棒 今天它涨3块半 站上六个月大底的 机油性的车用电子 第四季是旺季 你再来看一下 青年度 这一档个股的营收 第三季表现平平 但第四季从今年度的10 11 12月份 营收是大幅度的成长 所以今年度也不例外 7 8 9月份 月月营收再成长了 昨天我不是把9月份的营收 先画给你看了吗 9月份的营收 大概比8月份的营收成长10% 果如同我的预测 为我的成长了吗 接下来10 11 12 是它第四季的旺季 所以我认为第四季的旺季的业绩 会让股价持续性能发酵 所以在这档股票 还没有大涨特涨以前 在这个底部的附近 都是你跟我介入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自己把握一下 谢谢大家 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跑小 二 扭步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巴菲特 巴菲特 陈同同固 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人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速加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同同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陈同同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智照 带您领先动输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陈同同固 值得托付 赢了 2752 5868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赏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力气 一出在手 受用无穷 必须不打入汇春线 02752 5868 2752 5868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迹 球子有欧蓝 额排七米床 远雄左岸 五万七千平水岸智慧灶阵 远雄左岸桥 串联一千三百公顷和平能景 超越二十二座大岸森林公园 全球第一 台湾唯一 远雄左岸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的3374的精彩 一开盘跳空掌停板 这是什么行情 这就是多头行情的特色 精彩是台积电的指公司 基本面无庸置疑 在多头行情 你常常会看到一个现象 股票没有什么利多消息 它会突然的涨停板 相对来讲 如果在空头的一个走势里面 你会常常看到一些机油股 也没有什么利空消息 会突然跌停板 这我今天要特别交给他们 一种看盘技巧 所以目前的盘是很明显的 不管是个股的表现 还是大盘的一个方向 都是多头的一个方向跟走势 多头的策略 肥党看支撑 股票跌下来要敢买 你看看这档台胜科 当时候我对他基本面的分析 产业结构 矽金的报价有机会涨到 明年第一季 8月15号提供给你看法 你来看一下 来到9月22号 公司派说报价续养 台胜科会旺到2019 比我讲的更好 我讲的是看到2018的第一季 公司派看更好 所以既然产业结构往上 股票跌下来 有止跌讯号 来到支撑一定要敢买 一定要敢跟我低接 所以杀了五天 拇指转折向上讯号的一个台胜科 84.8跟我进场 来到9月13号 涨多为党95.6 底下有支撑 站在买邦 接下来沿路的走高 9月22号已经涨了36% 25号117创高拔档 创新高我喜欢卖股票 这是我的一个操盘心法 25号117卖完之后 隔天 那下多号 又跌停板104.5 你想不想低接 看好产业趋势是往上 股价还没有走完 来到支撑跟我低接 我送出来的邀请函 你有收到的 27号我就带你买 买在104 104买完之后隔天没有涨 隔天黑鸡棒 开高走低 我怎么跟你分析的 我说台胜科如果再下一次 把握再度低接的时机 我把它未来行情先画给你看 我为山谷票走 你对我走台胜科无往不利 你对我走 敢无往 谁会把一档股票 未来总是划给你看 就只有在下我吗 所以28号的台胜科 他跌 开高走低 我规划行情 让你跟随我的脚步 你有没有跟紧 他有没有下来 讲完之后29号真的下来 下来按规划执行低接的动作 所以29号的台胜科103低接 低接完之后 他有没有上 他有没有上 印证了 印证之后 接下来他走哪一段 低接完之后会上 接下来走这一段 所以我当时我告诉你 111的台胜科 短线不要去追高 有低点你都可以承接 有没有下来 下来过程当中 我说还没有结束 讲得很肯定 又黑鸡棒 所以你看到台胜科的一个架构 先上后下 接下来 准备走这一段了 很精彩的分析 现在的观众 没有错吧 这边会先下 再上 接下来走这一段 那接下来就走后面最好转的一段 那不是这样 没有错吧 所以我今天台胜科给你结论 叫做还会再涨 所以你看我节目应该很过瘾 上礼拜 告诉你台胜科还没有结束 因为他下来还会再上 今天提供给你正面的见解 当然还会再涨 后面还有一段 所以今天台胜科涨了7.1% 相当不错的 一档细菌员的概领股票 你跟我操作了 没有觉得很幸福吗 这两大一支 从8月20号开始进场的 我说他油亏转赢了 大转机的个股 很精彩 我说今年度多头行情 一档个股如果油亏转赢 那个转机的一个色彩 有时候会让股价涨无相当惊人 郁金光涨了快10倍 大宇芝现在不是260的高档 现在是8 90块钱低档 他当然有机会 对 8月20号的大宇芝 85.4开始买 25号开始有量了 有量就有价 11月2号涨停板 上礼拜三礼拜四 连续两天大量攻击 95块钱再买 因为确立 他会往上的一个攻击讯号出来了 所以我95块钱再买 上礼拜五来到101 攻击角度很漂亮的大宇芝 大转机的色彩没有改变 量价会决定未来股价走势 所以今天大宇芝 我认为低点不会太多 如果他真的不小心有再下来 那是很多朋友 你可以再度上车的机会 我讲白的给你听 希望你可以付诸行动 所以今天台股很漂亮了 我今天切入了一档 非常漂亮的汽油股 这档股票9月营收创新高 年成长率高达149% 形态突破直接买 我大概买在这边 尾盘收最高 今天大概赚了7%左右 这档股票如果我没有看错 它应该会连涨三天 冲出去之前的行情 跟欣华老师一起来卡位 我相信我给你理论 绝对不是短线 波段利论要跟随着高手 一起来操作 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 跟现在自己做联系跟价谈 明天见 现在上youtube运通财经台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驾到处 看处 youtube日四点间 线上直播最中时 分析师精准团式解析 水算水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管是跟你安赖在一起 巴菲特 巴菲特 成都同固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速加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都同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神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成都同固拥有股票 期货双智照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